大家好,我是艾元璇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明朝又集免费获得 春柔哥增强方向曝光 灯灯设计大胆又有趣 定了定了,玩家恭喜 明朝又要给朋友费 洛可可最新爆料 明昭还在减负 窗被领取开放 明朝春换取语音曝光 后宫嘉义 春中配广受认可 洛哥模式大更新 明朝地图又添新意 新系列武器即将到来 明朝超前版本角色总结 各位漂泊者大家好 近期都有哪些新的消息呢? 首先就是幼虎免费获得的消息 然后露哥模式的改动 春也有相应的强化方向 然后就是灯灯的角色设计 非常有趣 另外,官方新增加了常做的活动玩法 在安可的半星任务中 姑姑和腾将出现新的形象 首先就是关于幼虎免费获得的消息 有消息称 很快酷弱就会发布贵于幼虎的消息 我们也许可以免费获得它 不过他说 目前这个消息还是存疑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毕竟官方连线定五星都送过 更何况四星呢? 如果真送了 那酷弱真的是爱游厅圈第一人了 关于露哥模式春的强化方向 1.春的普攻和空中普攻循环改为 从第三顿开始释放共鸣技能 几短时间后如被敌方命中 会触发特殊效果 造成伤害 并停止敌人3秒 期间春无敌 这个类似GP 很爽 2.急去 春每秒回复10点红春蕾 释放共鸣技能 同时直接进入寒暴状态3 春释放普攻或技能命中目标时 不会召唤疼腕造成伤害 4.春释放普攻期间 抗打断效果提升 恢复生命值并恢复共鸣能量 看起来1.4版本的露哥模式 是非常爽的 毕竟很多角色都进行了对应的增强 关于灯灯的设计 可以说是大胆且有趣 静忍城随意切换 前后位移 并回应对BOSS的任何攻击 大家应该会喜欢这个角色的设计 关于常驻活动玩法 系统说明拥有常驻标签的活动 在开启版本会拥有专注的限时奖励 限时奖励领取时间结束后 活动将收入至常驻夜签 漂泊者人可继续参与活动 但无法领取限时奖励 收入至常驻夜签的活动 将继承此前的活动参与进度 参与条件 满足对应活动的参与条件后 即可正常体验 处露哥玩法不在此列 它不是每个版本常驻玩法 最后 有人爆出了安可半星任务中 姑姑和腾的新形象 是戴帽子的 戴了帽子是又图这样 大家可以期待安可的半星任务上线 可以说 如果又胡真的能免费送的话 酷弱还是挺听劝的 关于1.4版本的内容 从现在来看还是很丰富的 肉更模式的改动 新角色的可玩性 还是值得期待的 大家觉得又胡会送吗 期待1.4版本的到来吗 给村展了多少抽 作为一名常年混迹game圈的游戏迷评时 不尽女色 谁也聊不动可入坑游戏后 猛然娇羞 沉迷罗莉 郁姐可爱病骄 啊啊啊 无法自拔 老婆们的身材着实很带感啊 你说是不是 如果有一种方式能自己造 各种设定都来一遍为所欲为 岂不美哉 管你是想要娇艳玉地的女扑 还是出水服容的妹妹 也或是超卡哇伊幼灵女儿 统统不在话下 各位漂泊者大家好 目前明朝的跑酷活动 已经全部向大家开放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完呢 本期让我们恭喜明朝 再次获得新奖提名 另外还有新的优化和新的角色爆料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据爆料称 明朝喜欢日本Upbox最佳免费游戏提名且排名第一 但是顺上上次明朝获得的银河奖 明朝似乎已经欠了 两次朋友费了 让我们期待一下明朝对这次提名的后续反应吧 明朝可能新优化 领取范围 武器 技能素材美人物 武器经验 被B本无音区大世界Boss开启条件 索拉等级达到三阶 双倍领取 挑战部分玩法领取奖励时 可选择消耗双倍的体力获取双倍奖励 该系统不予特备训练回音盈域 生贤抵挡叠加开放 若在对应的活动期间 需要消耗完对应的奖励次数才可继续使用 生效范围 灵素领域 模拟领域 无音轻角 讨伐强敌 若可可技能模组爆料 各位漂泊者大家好 最近明朝大家都想知道 1.4版本有哪些新的内容或新的消息 首先就是春的换取语音消息 然后是关于春的宗沛 还有肉歌模式的更新 首先是关于春的换取语音 我是春 黑海岸的梓花 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了那我心爱的 命定之种 这语音 心爱的命定之种 提前恭喜各位漂泊者后宫嘉义了 各个女角色都向我们表白 也是当上皇帝了啊 关于肉歌模式的改动 首先是为你耐的 首先普攻仅保留第四和第五段 每段命中而外而获得核心 及两段普攻三点核心 重击命中有额外派生 然后消耗核心降低E技能CD 释放E技能额外派生 切额外获得核心 满血暴击提升 满血释放E技能科学派生强化技能 空中攻击回复额外体力 空中重击提高暴击伤害 普攻命中敌人附加永久光汉标记 然后是索拉里斯最强共鸣者卡卡罗 无限大招 攻速加快 看打断提升还有免伤 咱们老侠也是站起来了 看来官方是知道卡卡罗的痛点在哪的 从这些改动上来看 1.4版本的肉哥模式是非常爽的 角色进行了相应的加强 能让我们体验感上有更好的体验 大家可以期待了 另外 肉哥将加入周长奖励 也就是说会有一部分奖励每周刷新 这样大家也不至于说像现在这样长草期太长 经过最近这些爆料的整合 看起来1.4版本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版本了 官方有非常多的改动和优化 也有人气角色穿着登场 复刻角色大概率就是0.0了 不知道大家开始期待1.4版本了吗 还有30天 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各位漂泊者大家好 最新的活动大家干得怎么样了呢 本期我为大家带来明朝最新的地图爆料 和目前所有爆料角色的汇总图 一起来看吧 春半星地图爆料 来源于Tim Zanbibui七八的两张图片爆料 第一张的图片很像剧情里面弗洛洛召唤的场景 第二张又很像手按人躺的地方 不过总体来说很有末日风格 肉割地图初见 唯美到不像是肉割地图 话说明朝什么时候可以把之前和之后的一次性地图和肉割地图变成常驻啊 好 明朝超显版本角色汇总 明朝的地图风格还是一如既往的顶啊 各位觉得这样的地图可以打几分呢 最近各种爆料真的是爆出了很多新角色和新武器 让我们期待一下骷髅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吧